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CWC Channel iOS 16.1.1 已经正式的释出 这个影片要来介绍四个更新的内容 包括了非常重要的 WiFi问题上面的修正 这四个更新的介绍 我会分享在本频道的网站上面 叫做CWC Channel 如果你喜欢文字版本 也欢迎来到本网站 来了解这些更新的资讯 好首先说明 更新的方式 请点选设定 按下一般 软体更新 这里你就会看到软体更新的讯息 那你更新之前 请先确定你有备份完成 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下载并安装 输入你的密码 那这个更新主要是针对了错误的修正 以及安全性的更新来做升级 那是建议所有使用者来安装 由于这是公开的正式版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下载来安装更新 那到底有哪些错误的修正 以及哪些安全性的更新呢 这个影片即将要来说明 首先先来介绍版本的资讯 这个版本是iOS 16.1.1 版本编号为20B101 档案大小295.6MB 这个档案大小会根据你手机的机型而有所不一样 释出的时间为2022年11月9号 对象为正式版 也就是所有的使用者通通都可以来下载来使用 这个正式版总共有四个主要的更新 首先第一个是SKAdNetwork修正 这个错误的修正主要是 苹果在使用这一个网路的时候 跟广告商之间出现了衡量广告活动上面的错误 SKAdNetwork 广告商与苹果之间 这一个衡量广告活动的工具 当一个广告商想要投放广告的时候 他会想要知道他所投放的广告流量是多少 有多少人来看 哪些人来看 看了多少次等等相关的资讯 那这些资讯呢 绝对是要在隐私权保护的情况下来存取资讯 不过之前的版本出现了错误 不是隐私权方面的错误 而是在衡量广告活动上出现了不正确的资讯 因此苹果发现了这个错误 然后在iOS16.1.1加以修正 在苹果开发者的网页上面 有一个系统状况的网站 也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在苹果的开发者页面上 清楚的陈列出所有系统的状况 只要出现是黄色菱形状的就是有问题 绿色圆形状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目前的很多服务都没有问题 然后App Store的连结绩效 可能比较有问题一点 所以在这里变成了黄色 那之前SK Ad Network 这一个有问题 那它现在呢 问题已经解决 那我点选打开 所以在11月3号的时候 有一些使用者受到影响 那这些影响呢 冲击到了SK Ad Network 当使用者升级为iOS16.1之后 所以苹果在16.1.1 把这个问题修正好了 那目前广告商与苹果之间所分享的资讯 就更加正确 不过这个更新大家一点都没感觉 因为我们是使用者而非广告商 所以第一个更新没感觉 不过第二个更新就会有感了 因为它跟你的WiFi连结是有相关的 在更新完之后 如果你使用的是iPhone 14 Pro或Pro Max的iPhone的话 有时候会发生WiFi断线的情形 那本人其实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一直都以为是家里的网路状况不太稳定 因为有时候确实家里会发生WiFi断线的情形 不过现在才了解原来是iOS16搞的鬼 那现在呢只要你把它更新成iOS16.1.1 这个WiFi断线的情形就不会再发生 第三个更新是美国的使用者现在可以使用数位驾照 之前的版本已经有支援两个州可以使用数位驾照 分为是Arizona跟Maryland这两个州 那现在iOS16.1.1又新增了Colorado这一州支援数位驾照的功能 那你可以使用钱包用程式来存取数位驾照 那这个功能陆陆续续的会在美国的各州开始开放来使用 那接下来非常有可能会扩展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希望你的国家很快也可以使用数位驾照 在这里我来做示范 这里要强调必须要是美国的版本现在才有 所以如果你到设定一般语言语地区点选 请确定你是选择是在美国 如果你是选择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个功能 开启钱包的应用程式 点选加入的按钮 这里就可以加入驾照或周正键点选 所以如果你住在这三周的恭喜你 可以使用数位驾照 第四个更新是一个安全性上面的修正 当你在使用一些远端服务的应用程式 比如说你要用你的手机来远端的连线到你的桌上型电脑的时候 这种远端服务的应用程式可能会有未预期的中断情形 这里是官方网站所提供的资讯 如果你想要知道官方网站是资讯的话 这里有网址你可以点选 你就可以到官方网站上面它所提供的讯息 所以iOS 16.1.1或者是iPadOS 16.1.1 它现在针对了LIBXML2这一个东西加以修正了 那这个东西主要是在处理远端使用的时候 会有不预期的中断的现象 那这个问题已经被发现 然后呢已经被修正完毕 所以安全性的问题也加以了解决 好这就是iOS 16.1.1四个重要的更新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让你了解iOS 16.1.1的话 麻烦请你按个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非常感谢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